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可以是最美好的聚会地点 在基隆有一家素食餐厅 老板严选新鲜食材 不用加工品 跟亲朋好友们 分享最真实的原味 在希腊神话中 阿护罗的头上 总是带着月桂罐 这个由月桂叶 编制而成的桂罐 具备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老板娘小洛 从贵州嫁来台湾 她把客人当作贵人 用贵州口味的包子 以及自己研发的馅料 制作出多样口味的包子馒头 如苏尔超过20年的黄淑华 她投身餐饮业已经十多年了 为了推广蔬食 她利用早上休息的时间 用食物串洗和家人之间的情感 香榛炒饭 我用糙米 配芽米跟紫米 没有用白米 在这里想用素食 吃得到是蔬果的菜跟香 老板最讲究的食材新鲜 连番茄汤也是当天现做 吃到蔬果都是当令时节 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拒绝吃素的人 30岁的时候我问我自己 我为何要吃这个素 我要去找答案 心灵老师 他当时问我一个 他说 俗华你是好人吗 我说我不偷不骗不抢 我为什么不是好人 结果他给我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不吃素 你不是完全的好人 我就开始想 好人还有分完全不完全 他说 因为你欺负人家 那天想一想 那天就开始吃素到现在 放哪里呢 这一条 手勾水饺 吃吃看 俗华认为吃素就是一份良善 双手放给客人的同时 自己也可以安心吃 因为除了要推广素食之外 这个素食馆可以是家人和亲们 好友的聚会所在 每周三中午 姐弟们都会聚在这里 一起分享生活点滴 姐姐 你帮我拿那个大一点的那个 谢谢 谢谢 那边 因为这个比较热 这姐姐们的配偶都过世 那我就想了说 姐姐这样子都在家的过程 如果这样不如我们来聚会 至少一个礼拜是聚一次 今天是新一三姐弟们的午餐约会即将登场 特别是俗华的同学也不约而同 赶在今天一起到来 说起俗华的姐弟情 已经三十几年的同学看在眼里 更觉得感动 其实他们在很小的时候 有某部几个小朋友 已经是送到别的家庭去 就是收养 那所以我都觉得说 他们离开这么久 而且都没有互相联织的话 是他们的感情就比较疏远 就比较淡调了 那其实不然 尤其是他开始从事素食以后 你们的兄弟姐妹都都来了 都递茶水的 下水饺的 就一堆人在厨房里面帮忙 让我们觉得很温馨 然后我真的很感动 七七岁大姐忙得浑身试镜 因为妹妹们用心安排 让她每天行程满档 也跟着如素 到现在已经两个姐姐跟着吃素 让实华相当开心 姐妹们的感情是很密的 很密的我觉得那是一个无价的 无价的收获 那店的部分 我是比较不会很在意那个什么 生意多好 我觉得真的是水源 满满一桌丰盛料理 其实就是平常速食馆的餐点 因为常在这儿办聚会 也吸引大家吃素 热闹聚会开始咯 首先登场的是同学会 过程中可是笑声不断 你知道吗 我恨死她了 因为我们以前念国中的时候 我们体育课都需要换 那个白色的运动裤 长裤 这家伙都不带 然后每次一上课 就跑来说不搬 姐气死了 那个白色的裤子 一运动完就脏兮兮啊 然后每次都搞这种飞机 那一次借还不是借一借 都要借好多借 我会问我们班上说 请问谁没有带 我负责去借 对 然后因为我个子矮 我们国中的窗户 不是这样子高吗 我都来 请问一下 所以我蛮讨厌的 我们只要看到她 我们就都赶快 能伞多远就跑多远 年轻的回忆是 餐桌上最好的配菜 越咀嚼越开胃 温馨的友谊登场后 接放的就是浓郁的 亲情料理 请开动 我们打好开动 请开动 谢谢 唯一到场的弟弟 利用周三工作 午休时间赶来 他说姐姐的料理 会让人上瘾 这个有妈妈的味道 我越吃越苗条 而细心规划执行 午餐约会的舒华说 餐桌就是人身缩影 这一餐就充满了充实的人生 谢谢 月桂叶又被称作阿波罗的荣耀 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 经常可以看到 由月桂叶做成的装饰 那为什么月桂叶会被当成是荣耀的象征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阿波罗呢 阿波罗呢 他是太阳神嘛 那他把月桂叶带在头上 那阿波罗呢 一方面是他带着月桂罐 悼念他的爱 那二则呢 因为月桂树本身 他就有很强的杀菌 那在古时候 所谓的杀菌 就是表示说 他可以把恶灵各方面给杀掉 所以这时候阿波罗 因为戴在他头上 所以下面的人类事件呢 就会认为这是一个 至高无上的象征的人 才能戴在头上 所以他们大部分得到冠军的 他们就用月桂树的样子 打成金冠 如果得到冠军 或者是你受到国王的赏赐 你是英雄 可能救了全村庄的人 你的至高无上的象征 就是被附于一顶月桂冠 就像可能现在拿到的金牌 或者是冠军奖杯一样 果酱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准备水果糖 柠檬汁 像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今天做的是 森林果酱 里面的森林的气味 是来自于月桂叶 我们把蓝莓 然后糖 糖的比例是水果的二分之一 接下来呢 半颗柠檬汁 跟捏碎的月桂叶 直接煮 煮到整个蓝莓化开 然后水分收干 刮开的时候呈现胶状 像这种还有一点点流动的状况呢 你就会关火 到你最后余热 水就会更干 然后就是好吃的果酱 来自贵州的小鹿 改良记忆中的家乡味 做成很多皮薄陷多的包子馒头 吸引了很多的老涛喜爱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跟着梅君去看看 来自贵州的迷人滋味 好 到了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鹿贵人包子迪迦 来 老板娘 你好 你好 你们店为什么叫做陆贵人 因为我在开店的话 就很多人在帮忙 真的 老板娘看起来就特别有福气 再来我是贵州人 那店里有很多贵州口味的包子吗 都是我自己研发的 好期待 我们赶快进去吃吃看 好 好 来吃看看 欢迎 快点 大家来 哇塞 有没有 现在是一个美食大胃王YouTuber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要来试吃这些包子 那我们旁边看到这些呢 哇 五颜六色的 这些都是不同口味的馒头 像这个呢 它的皮上面是有点那种卖乎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呢 哦 料好多 这个好像是胡瓜吧 嗯 好香 切口看看 嗯 好吃 其实味道很天然 油味 然后它的皮很Q 而且它馅超多 就是给的毫不手软那种 一打开就买满了的 好吃 来 吃吃下一个 到底是什么呢 Open 哇 啊 这个是牛棒啦 哇塞 这牛棒跟胡瓜一样 就整个满满的 整颗都是耶 这个就是很多长辈们都喜欢的养生口味 对肠胃好 好香喔 牛棒的味道整个完全被锁在这个包子里面 还有一点那种牛棒的一点点酸酸的感觉 这个早餐吃一颗超棒 这一颗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他们招牌 麻婆豆腐干包 这个呢 就是因为他们老板娘是从贵州来的 那它这个里面就是在融合一点台湾的口味 然后做一点点这个香香辣辣的豆腐干包 它有什么味道 吃吃看 嗯 香辣香辣的感觉 哇 太好吃了 难怪这么多人为了这颗包子慕名而来 这超够味的 这吃饭师傅都会喜欢 这个好 来喔 最后一个 打开 哇 是我最喜欢的红豆 哇 而且它的红豆是那一种 你看 满满的 一颗一颗饱满的红豆在这个里面 我跟你讲 我对红豆要求是很高的 好吃 不会死甜 有点像浓稠一点的红豆汤 被包在包子里面的感觉 这个我喜欢 因为我越吃汗流的越多 因为里面其实满热的 所以这些姐姐们呢 在这个里面做包子的时候 真的是用汗水灌注这些包子们成长 太有爱了 好吃 早就久仰鹿贵人的大名 果然不负我的期望 包子除了馅料实在美味 冷的也很好吃 还有小鹿老板 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力笑颜 超级喜欢 餐桌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地方 更是亲人之间交流情谊最好的场所 有些时候在吃饭的时候 分享美食 分享心情 分享生活 让此刻成为生命最美好的片刻 蔬果生活日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等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